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跟各位谈谈 2024年新的一年 哪一些产业会继续成长 又或者是从衰退变成成长 这个是Bloomberg上面 所预估的一些产业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循环 其中特别要留意的几个重点 包含了资料中心的一个部分 还有中国智慧型手机的部分 从我们上面给各位的这张图 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两个产业目前都还在下降的一个阶段 但是都已经非常接近谷底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这背后就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说今年2024年 它有机会从谷底翻身 所以在去年没什么表现的 像是大力光 或者是3406的郁金光 你只要接下来 中国的智慧型手机能够出现落底 开始回温 或者是开始翻回正成长的话 这两个光学镜头的一些个股 自然而然它就会出现在今年 至少会比去年好的一个现象 然后再来就是说在Data Center 就是资料中心的一个部分 今年也开始从这个有落底 并且开始走向正成长的一个机会 其中呢 微影在今年受惠于这个AI伺服器的一个提材性 或者是一些营修的一个成长性 而让微影的股价能够继续往上攻高 或者是迈进 但是呢我们这边在看就是说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广达AI伺服器的一个订单 它到去年12月的时候 还没有很明显的出现在营收的一个增长上面 那当然这其中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 因为AI伺服器的营收的一个占比 本身就不是广达的一个重点 因为毕竟那个营收占比的一个百分比来说 它就不像技价一样 能够有占比这么来到两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那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 但是持有广达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买广达的朋友 你这边接下来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因为广达它过去主要的营收占比比重最高的 是来自于传统的这个资料中心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这个Data Center 它能够开始从谷底开始回温的情况之下 广达在今年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回温的力道 它就会增强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 它的原本的资料中心的一个营收的回温 开始明显的出现 然后再加上AI设复器的订单的一个贡献开始增加 再加上PC跟NB在今年整个产业 也是出现谷底回温的现象 自然而然我认为广达在2020年 在今年它的表现就不会让大家失望 所以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特别节目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加入阿翔老师的LINE群组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我先在说 我说什么 我先来看看 几个人 可以 我先来打赏 我先来打赏 因此 感谢观看